给林初豪居然接到了外线 三分的机会 三分投进之后 第一次吧 是第一次 不怎么现在好像 不到四分钟的时间 我们看看这个阵容变化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一再开始 首先获得球权是主场作战的北京队 林初豪 传给邱天 防守之下没有能够打中 打转换的机会 对 因为既然你联防了 半场进攻想得分 想突进去是挺难的 那就是通过转换球 林初豪也得到了 好几天的修整 两发命中 极高的外线命中率 给的漂亮 林初豪 给邱渡创造了篮下轻松得分的机会 这也是林初豪今天的第一次注冲 应该怎么发起 一个当然就是 但没有马丁的 因为我们现在对马丁的底气也不清楚 今天深圳队的外线太转了 石头吸中的三分钟 也来 第一个三分 咱们竞猜没有外线进中率的话 非常艰苦 对 除了往篮下突 正好 这可以 这一步突的不错 这今天他突的最顺利的一个球了 好球 接着打 继续守联防 那沈梓杰下去 这个高度就小了 林初豪 对 这个阵容是没有高度的 又进来了 早熟犯规 耳架一打中 那林初豪在这个 如果在MBA里面的话呢 他不怕这种外 外圆的 尤其是刚才没有任何斜防 你看啊 没有斜防 所以一下子把他给过了以后 没有防守了 他在CBA之所以突破不顺利 主要是有太多的收缩 因为人家没有防守三表 往外强 然后还是留在篮下的话 可能 会给林初豪带来更多的影响 因为显示 给到篮下 优度 选择并不好 好球 再拖 早熟犯规 第一个月这个新锐评选 现在也马上来投票 也有 六秒钟的进攻时间 杨林一迎着林初豪 手刚这个十四中三的 这个三分下面 必须有一手改善 但是首先得打 嗯 这个球被判断了 六个抢 呃 四个抢断了 游度扣篮 转换 是个轻松得分的机会 顾全也是不敢 这犯规了 一犯规就二加一 游度这个防守面镜真大 四个抢断 看 看 转小了 哦 就是朱焦西 我全靠着地狱 游度 往外给林初豪居然接到了 外线 三分的机会 三分投进之后呀 手刚给反超了 这第一次路线好强啊 呃 看看啊 我怎么印象能不能不是啊 他第一节二十二十六 第二节二十四二十六 嗯 刘初豪投中这个两分球 现在他杀一号位 刘初豪给到刘潇雨 再往外给朱焦西调整一下 撅 哇 压哨啊 3.5秒 哇 还是哦 没有 11.1秒 纯压哨吗 哦 对对 他用的这个真的是长大 你看进去以后篮下一点高度没有 但是这也是印象当中今天手刚的配合里边非常难得的一次内外结合 三分两分都行 谁接啊 甚至接五秒嘛 五秒 哎呀 老天哪 林队利用自己出色的防守 造成了对手边线球的一个失误 那这要犯罪 不到最后的时间重量 你也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险些是失误 失误了吗 失误了 5秒钟 贺希宁外天 三分命中 还有两秒钟的时间 我的天哪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还有两秒钟 林树好 不算 这样呢 深圳队又绝杀了 这样深圳队 贺希宁连续两场 没错 又是一个 但是呢 我认为这个球应该是一个亲人犯规 你看没有 在林树豪的前进线路上 他挤了他一下 你看没有 投篮的一瞬间挤了他一下 这个球应该是一个犯规 如果是犯规 但是我觉得应该再给0.4秒 给这个深圳 因为犯规的刹那间 这边是0.4秒 林树好 再罚命中 北京队 反超了一分 0.4 0.3的时候 是接触 把他撞了一下 这样呢 三罚全中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本啊 最终北京队 应该再给 先对一个机会 有很多国内球员 精彩的表现 以及最后充满争议的这样一个结尾 我想说 可能是因为这份几个问题 是不是也是情绪属于到低落这段时间 对 今天就是 我可以跟我的队友上场我非常骄傲 因为我知道他们每天不在球场上 我都不在全部的镜头 镜头 球迷的面前 不知道他们的情绪 我看到他们的情绪 他们能用他们权利去找到一些精神 今天晚上去打球 真的非常骄傲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 非常难的一个情况 你也是最近一段时间 就是经历了这种生老病死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觉得从这种情况里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是不是 你有没有一些总结出来 怎么样的大家走不出来 这些东西我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formula 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有一个heavy heart 你看到大家也有一个heavy heart 当然我也是 一边想 高一想 你就 我不知道 就用圈里去打球 我也不知道 对不起 这个答案很差 其实今天最后一节的时候 我们有很落后8分的时候 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把它翻盘了 你怎么样点准最后这几个牛球的 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没有一个人放弃了 没有一个人就觉得 好 我们就 我们今天晚上就输了 我们就 要坚持打下去 坚持打下去 你懂 宁某 方硕 Juicy 小川 阿贝 每一个人 特别是最后三分钟都用了那么多力气 然后你可以看出每一个人 不但是我们的球员 他们也是非常累 所以 我们就把他放在桌上 我们用我们全力去打 你自己内线的搭档 游路今天是第一个主场的秀 你觉得他今天表现得怎么样 表现得很好啊 我知道 我在MBA跟他当队友 然后我们一直跟他练 所以我已经知道 他优势在哪里 他非常棒 非常优秀的一个球员 然后我们第一场 大家都没看到 因为他可能就是很久没打 可是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FA的一个表现 然后他今天 你可以看他就是不停的去打桥 然后真的我今天蛮累 很多情绪 然后我就是今天没有那么多精神 可是他保护了帮我很多 你知道那个最后有问题 你知道深圳那个后场贺希宁吗 他曾经参加过你的那个类球圈那里 嗯 你有跟他合一 你记得他吗 对对对 然后 他跟 他跟Danny 两个都有见过 然后 I mean 这就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爱运动 为什么我那么爱篮球 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 追我们的梦想 我们都 尊重一起 然后 我真的 如果我不跟他们打 我会一直支持他们两个 嗯 然后 呃 因为 因为 这就是篮球 我们都是 like basketball family 嗯 所以看他们打得那么好 呃 非常非常好玩 可是就是下次希望 跟我们打的时候 能打得那么好 哈哈哈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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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